Hello 这里是彭子 今天是5月3日 为大家带来全国巨大的二手手机批发市场的拿货行情 首先来到这个是回收的国航11 Pro Max 256GB的 首先这个机器是存油无差的 边框跟后盖都是比较亮的 只有细微的使用环境没有磕碰划痕 但是它属于小花机因为屏幕还是有点划痕的 但是贴膜基本上影响不大可以缓解 像原装的国航机器电池效率都不高了 基本上也是70多 这个是很正常 这个机器性能还是非常能打的 而且手感 其他牌照视频方面也是很强的 作为特价19张开出 也是当年万元大旗舰 比市场亮机还是便宜一点的 还有一个之前收回来的13 Pro 512GB的 这个橙色是小花 就是边角有点磕碰 但是屏幕后盖都是比较亮的 可以说也是纯原的机器 这个是美版无锁的 咱们36张出 为这个售后是换过正品部件 就是换过原装品的 其实品质也是跟原厂出来一样的 也是恢复了亲密性 所以36张也作为一个特价出去 比256还低一点 这套市场找一个14 Pro Max顶配的1TB版本 这个橙色也是有95金左右吧 这个也是美版无锁的 美版的机器14系列后就没有原生的卡槽了 所以这个是需要拆机去改卡的 改完就是双卡双带跟国航一样 如果能接受拆过机的话 那么它就是非常划算的 像这种注意电子100的 这种的话是拿获现在63张 国航可能很难找到100能找到也要7000大级了 然后市场再挑一个当年的三星计划 S21U 这个是顶配的16加512的版本 也是国航双卡双带的 像这种能找到原装有亲密的还是比较难的 但是这款的处理器功耗不太行 而且行情也相对比较稳 这种比较好的货拿货还要到27张 但是很多配置真的放在现在也不漏